其實由拍Youtube到現在 我都沒有分享過自己是做什麼行業的 到底我第一份工作在加拿大是做什麼的呢 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那間公司的HR打電話來跟我說 Hi 大家好 好久沒見了 那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於工作這個 topic 其實由拍Youtube到現在 我都沒有分享過自己是做什麼行業的 掙扎了很久 到底應該什麼時候才跟大家分享的 拍這條片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網上討論得很激烈的就是 到底應不應該繼續留在加拿大 還是應該回流回香港 或者轉這個陣地去其他地方 當然我自己覺得 你可以有不同的考慮因素 而很多人最主要的關心就是 在加拿大是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甚至是覺得沒有一個上游的機會 因為他們做不回自己的本行 甚至可能是覺得自己 只可以做服務業 或者是男人的工作 即是可能不論是薪資 還是待遇 都符合不到他們自己的要求 所以他們可能會覺得 有點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我會想今天拍這條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在開始之前先給大家一些背景的資訊 其實我自己在大學是讀雙科的 也有碰少少關於房地產 其實我自己做的行業就是 在負責財產上關的 畢業之後其實我入了Big 4做 當然好運氣的是我不是做audit的 所以我的時數還沒那麼誇張 其實我是做advisory的 不過那個時間如果有project的話 其實也不是真的太好 有時候可能是要9點10點上班 之後會做到凌晨1、2點 即使沒那麼忙的話 都可能是經常要留到7、8、90點 但對於一個剛剛freshgrad的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超級大的衝擊 所以我是沒有程度上 有點traumatized了 正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在來加拿大之前 找工作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想過想 進回本行做的 有一點逃避的心態 到底我第一份工在加拿大 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是做sales coordinator 這份工其實就是發展商 通常有一個新的樓花項目 都會設立一些售樓處 其實跟香港很相似 但這邊是叫做presentation center 或者叫做show home 他們要請人回來 去負責營運這個show home 當時很幸運 有一個發展商請了我 就是由sales coordinator做起的 剛剛有說過 我是想找回本行的工 而當時我有興趣的就是想做sales 所以他給我由sales coordinator做起的話 就是我可以拿經驗的地方 sales coordinator到底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如果有客人來 其他要check in 有些文書工作 寫合約 又或者是清潔show home review一些文資 又或者是做一些很簡單的tour 當時我大概做了一年左右的這個工作 但你說這類型的工作 人工高不高呢 其實都很透明的 你上網都大概可以找到 平均的人工都是四至五萬加一年左右 但當然每一個發展商都會有少少不同的package 就是他們每一個單位都會額外給你少少用金 加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起你平均的年薪就多少少這樣 但正正因為我原本是想做sales 所以其實剛剛一開始這份工的時候 我已經著手開始準備我的地產牌的考試 所以很幸運地等到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時候 我就成功拿了這個牌 因為這個course大概讀了九個月之後才可以考試 而當時的老闆亦都很器重 就肯升我做sales 但正因為這麼短時間之內升職 所以所承受的壓力都非常之大 因為你要用行動去表現出來你是值得這個位置 但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行業有多熟悉 在BC其實地產經紀可以主要分為兩個類別 要是可以幫發展商做事 又或者是可以加入brokerage 那幫發展商做事的那些經紀 其實就是公司的員工之一 那他最主要呢就是 正是幫我公司賣他們自己項目的藍花 所以他們是代表發展商自己的 那大部分的發展商呢 都不會被他自己的sales associate 出外去接生意的 所以基本上都要嚴格遵守公司的marketing strategy 去定價 以及以公司的立場為主要的 那通常呢他們都會建議那個客人呢 自己帶自己的經紀去買樓的 如果是brokerage的經紀的話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自僱的人士 那他們可以幫客人買賣樓花 又或者是新樓啊舊樓等等的 那他呢可以選擇是代表買家 又或者是代表賣家的 那他呢也有責任是為客人去解釋 買賣樓的風險啊 提供建議等等 主要呢其實都是由賣家去負責給佣金的 幫發展商的經紀呢 大多數呢都可以被歸類為pre-sale agent 那如果是幫brokerage的agent 通常有些人都會叫他做re-sale agent 因為呢他可以買賣一些舊樓啊 新樓都可以 那在加拿大呢其實不同的省呢 都會有自己的地產監管局 那所以呢他那些條例呢 都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在bc呢其實是不允許 經紀代表買賣雙方的 所以呢如果是自己找經紀的時候呢 就可以注意一下了 我是做pre-sale的 那所以呢限制呢 就是你不可以私底下做deal 還有呢就是如果呢 你是想表達一些你對於市場的看法 或者是對於其他樓盤的看法呢 那個相對的限制性呢 是會比較大 那這個呢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啦 為什麼呢我後來呢會選擇轉工的 蛤?那你現在又回到第二份工? 沒錯我是成功轉了工的 那所以這條影片呢 都是一個update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怎樣找得到我現在這份工的 那其實我現在這份工呢 就算是相對比較穩定的工作 就是在一個crown的corporation做事的 簡單點來說呢就是叫做半隻腳踏進去政府做事啦 其實呢上年年頭的時候呢 我已經有這個想法啦 就想給多一次機會自己啦 去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適合做回之前的本學的 那所以呢我就很積極地去找不同的資料啦 看看呢 如果我要在這裡做回本學的工作的話呢 我是需要什麼資格的 那在我著手準備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呢 原來我的學歷呢 在這裡是不是完全受認可的 那所以呢 我當時呢 就滴起心肝啦 就決定呢 重新呢 讀書的 那我就呢 再報了一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去讀 那當然啦 一邊上班呢 一邊去工作呢 是真的非常之辛苦的 特別要說的是呢 加拿大呢 讀書呢 其實一點都不輕鬆的 特別呢 是去到呢 即是中學以上的那些啦 其實他們的那些work load呢 都非常之大 我程度上呢 跟你在香港讀U的那些work load呢 其實是差不多 那也有好消息跟大家宣佈的呢 就是今年的八月份呢 我就應該正式完結了我需要上的課啦 耶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一直在前段時間呢 都跟大家說呢 我很忙很忙 就是因為要兼顧讀書之餘呢 又要上班啦 還要剪片啊 還有其他的事情做的話呢 就是分身不下的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其實在去年開始 除了讀書之外呢 我呢 也有不斷地傳 CV 還有呢 還有呢 找工作 還有面試的 那經過上一年 不斷地面試呢 其實個人呢 都已經有一些好頹的感覺了 即是開始有些懷疑 到底是自己能力問題啊 還是因為市場真的那麼差 所以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啦 那但是呢 去到正正年尾的時候呢 然後呢 機會呢就來到啦 那有一份工呢 他就正正要求呢 是需要我正在讀的那個 course的那個requirements啦 還有呢 是需要有sales的經驗啦 也都是需要有class5的車牌的 而在這裡呢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的 那就是當我補這份工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是沒有考class5的 我當時呢 只是剛剛好夠兩年新牌子的經驗啦 所以呢 就是需要考class5的 但是當時呢 原本是想著 退遲些 夏年才考啦 但是半推半推之下呢 我就報了兩天之後 快期就去考了 正當我在沉醉於自己 考到class5的時候呢 在當日 我就收到一個電話 就是那間公司的HR 打電話來跟我說 欸 你想不想面試啊 那就是因為這樣呢 兩個星期之後呢 我就成功 遇上它的requirements 然後拿到一個offer啦 但是想回頭呢 其實好像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為這份工而做準備的 但是其實當時呢 我根本一點都不知道的 因為我都只是抱著一個心態 是只要正面一點去想啦 我做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呢 那我就剩下的 就交給個天去安排啦 但是最終的結果呢 是出乎意料之外那麼好 雖然呢 它不是100%完美的一個offer 但是相對來說呢 都比起預期之中呢 是非常好的一份工作 我覺得呢 其實我自己是算是一個 比較正面想法的人 那我之前呢 都是非常相信吸引力發責的 而來到加拿大之後呢 是絕對加強了我這個想法啦 就希望呢 大家不要覺得呢 我是為了曬命啦 說自己有多努力 才開到這份工 而拍這條片啦 我最主要呢 想表達的信息呢 就是我明白很多香港人 或者其他國家來到的人呢 其實他們都是被任何人努力啦 想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的 那雖然呢 他們本身在香港呢 可能都是身兼比較高的職位啦 薪酬隊都是比較好啦 但是來到這裏之後呢 好像盡了很多努力呢 都得不到應該想要的結果的 那所以呢 我就想透過自己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 不是沒有機會找到自己的本行啦 而你呢 也是有機會成為幸運的一個一個的 那所以呢 千萬不要失去這個希望啦 那只要呢 你是保持一個精明的信念啦 做你可以做得到 可以控制得到的事呢 可能結果呢 就會來到 比起你想像中呢 是更加快可以到的 那希望呢 這個呢 可以為大家帶來一個 比較正面一點的作用的 那這條片呢 就去到這裏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啦 也都想將這個好運呢 就傳送給大家的 那希望呢 各位呢 看的觀眾呢 都可以盡快找到自己心意的工作的 那如果呢 大家有好運的話呢 又或者呢 有什麼運工的提示 或者智液經歷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分享的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